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下午好 经过一下午头脑风暴 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累了 那么我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影像的东西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部纪录片 叫《00后》 我的主人公 男孩是一个孩子王 女孩是一个小公主 这部片子拍了十二年 十二年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的两个小主人公 今年都上了大学 我也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中老年 我们总是觉得身边的日子 过得庸庸碌碌 平淡无奇 但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把十二年的时间压缩到九十分钟 你会不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那就是把人生 从日子的一个一个特写 拉成一个十二年的长镜头 我想起一定会有变化 《00后》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故事 这个片子 现在已经 2017年 播出了电视版 在中央电视台 2019年 电影版 在电影院里放映 今年疫情期间 它的国际版 在美国探索频道播出 经常有朋友问我 说你怎么会策划这么大的一个系列 这么长 我说没有策划 事情的开始非常偶然 那是2006年 一个春寒料窍的寒冷的早晨 早晨起来 我准备送儿子去幼儿园 我洗完手让他去洗 结果他守望了一身 他说烫 我说不烫啊 我刚刚洗完手 我四岁的儿子 非常平静地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那是你的感觉 我觉得烫 这句话就特别触动我 对啊 我这双手经过四十年的雨雪风霜 可能已经丧失了对温度的敏感 而他那双小手才只有四岁 所以他感受的温度 真的跟我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由此我也在想 我们之间相差的 可能还不仅仅是一点温度 也许还有一个文化的代沟 我怎么才能更好地去理解他 怎么才能更好地理解 这个新的一代人 我就想我要拍一部纪录片 就在那个夏天 我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幼儿园 开始拍摄 这个幼儿园叫巴学园 一进幼儿园 我就发现 有一个人物 想忽视他是不可能的 就像到了巴黎 你不想看埃菲尔铁塔一样 太难了 满园飘的全是他的声音 要么就是带领男孩训练 要么就是打闹 还经常传来孩子们的哭声 这一定是吃一羊干的 有一天 我正在拍摄 突然发现一群愤怒的家长 走进幼儿园 直接找到了园长大理老师 我很快听明白了 他们要把吃一羊 给开除出去 因为有一个孩子 回到家告诉他爸爸 说爸爸我今天特别高兴 今天吃一羊没打我 他爸爸突然就懵了 难道他天天都打你吗 但大理老师说 我观察的结果是 吃一羊为男孩树立了一个 男性的榜样 他说服这些愤怒的家长 把吃一羊给留下来 但是很快 他就从幼儿园 升入了小学 孩子王就变成了一个学渣 当着我的面 老师就毫不客气地批评 他每天上学都要IP 成绩总是垫底 人生一下失去方向 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人的身体也受到影响 我发现吃一羊开始横向发展 那张脸开始变得非常宽阔 而且总是阴云密布 那是我拍的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 难道我的孩子王就这样沉沦下去吗 我很不甘心 于是又跟着拍到了中学 一到中学 他意外地碰见了橄榄球 生活一下子闪出了一道光 大家知道橄榄球 是一种非常野性的运动 但迟一扬觉得 橄榄球就像他的女朋友 一见面 心就砰砰乱跳 一上赛场 他就像一匹青春的小白马 满场飞舞 第二年 他就被选入了中国 国家青年橄榄球队 代表中国队参加国际比赛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 十五岁的赤一扬 在国际橄榄球赛场上 那个庄严的表情 放视频 现在三个主席来往来的是 澳大利亚代表队 美国代表队 龙道主 中国队 这中国队是我们第一次 套战国际离赛连的 第一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利亚代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了 我拍到了 驰羊两次唱过歌的场景 第一次 他只有五岁 他带着他的 男孩的战队 一起唱国歌 第二次 15岁的陈一扬 在国际赛场上 和队友一起高唱国歌 从5岁到15岁 从幼稚到成熟 十年的光阴 划过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路 我们看到 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阳光灿烂 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 实际上告诉我 人生不管是 买房 买车 娶媳妇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人生有它的使命 我们再说小公主 不是我管的叫小公主 是在她自己的记忆中 她一直是一个小公主 她一直希望碰到一个白马王子 这个小公主叫柔柔 她就像上帝洒落在人间的 一枚彩色的音符 她总是唱啊 跳啊 跑啊 一路地越过了土丘 树林 在每一个地方 她几乎都在自由自在地唱 当她在土台上 她会突然地写起诗来 唱出来 风景 风景 新的风景 这是我最美的风景啊 我要呼吸一下风景 我要呼吸一下风景 但是小公主也有从童话 跌路人间的时候 她的数学不好 人缘也不够好 小朋友总是孤立她 数学对她来讲 用她的话说 数学就是地狱 妈妈说 那就学舞蹈吧 舞蹈 大家知道 那是一个痛苦的磨练 柔柔承担了 和那个年龄并不相符的 一场精神折磨 后来14岁 她到美国去求学 孤身一人 然而又连续三次被住家 给赶出来 其中有一次是在 周末的晚上 当时恰巧我在洛杉矶 立即赶到了达拉斯 拍摄这么多年 他们真的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但是柔柔见了我之后 虽然她也要哭 也要去讲述她的痛苦 可是我非常欣慰地看到 她也在反思 她在想 究竟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我想当一个人 学会反思的时候 她就开始走向成熟了 那么很快我就看到 她确实在改变 要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要做一个更好的Rose 到柔柔的最后一个住家 我又去了 她和住家相处得非常愉快 其乐融融就像一家人 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欣赏 柔柔的美好生活 请放 她也要吃饭了 她也要吃饭了 那是好,那是一位小人可以做的 但我們有很好的關係 和Rose在一起去訪問我們和家庭 我們要去訪問我們 對我們做法 我們做法 我們開始了 好,我們開始了 好,我們開始了 我們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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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 當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柔柔正在上 普渡大學的二年級 他選的是教育學 當初我問他 你為什麼選教育學呢? 他說 我本身是受教育的帮助成长起来 今天我也想学教育学 以后能帮到更多的孩子们健康成长 经过12年的拍摄 我们完成这样一个系列 这个纪录片你就看到 就像一滴泉水 流过了童年 少年 青年 会成了云光波影的一条小河 虽然说不上是惊涛骇浪 但是有时候水光清河 有时候电闪雷鸣 在哭泣和欢笑 孤独和喧闹中 孩子们像河苗一样 拔劫 抽碎 灌江 从青涩走向成熟 我有时候想拍纪录片 其实更多的像是陪伴 记录者有时候就像 一位海边的石碑人 当生火的海浪 把贝壳带到沙滩上 你要迅速地去把它捡回来 稍不留心 贝壳又被带回大海 无影无踪 就像我们说 柔柔一个人在土丘上 风景风景在那儿作诗 假如当时没有拍下来 我们将永远错诗 这个诗意的时刻 一部好的纪录片 就是用一只一只的贝壳 串起来的项链 当然 漫长的记录 也并不都像电影里 那么生动有趣 更多的是无聊的 琐碎的日常影像 但没有这些日常影像 你永远不可能获得 那些精彩的故事 在电影中 你看到的可能只有十天的故事 但为了这十天 我们需要蹲守在现场 一百天 三百天 甚至五百天 纪录片是记录的艺术 捕捉是一种核心能力 就像我们从原野上 采来一束鲜花 带着早晨的露珠 好的纪录片 是带着生活的质感 有时候 纪录片也会有 非常好的故事 但纪录片的戏剧 是生活的戏剧 时间的戏剧 纪录片就像一探老酒 时光暴晒 生火发酵 思想提纯 美学酿造 它铸藏着时间的滋味 和人生的秘密 拍纪录片的过程 其实也是思考教育的过程 我经常参加 和观众的放映会 听到观众们 对电影各种各样的意见 从语言的局切 和脸上的表情 我知道 很多中国家长 都怀着对教育的胶着 和忧虑 怀着 爱的痛苦 爱的幸福 爱的思考 我没有办法用一部电影 为大家提供一把 打开所有问题的钥匙 这把钥匙 事实上也并不存在 但我相信 我们十二年跟踪的 00后 会打开一副 人生的长镜头 你会看到 孩子们成长的过程 看到成长历程中 每一个节点的价值 我想 儿童教育 首先是爱的教育 是人格教育 教育 不是急功近利的赚钱生意 也不是买进买出的金融投资 教育是一项 关于爱的事业 爱心就是耐心 只有耐心地陪伴你的孩子 观察他 尊重他 才可能找到 对他来讲最合适的教育方法 00后 正在长大 在很快的未来里 我们能看到 他们将登上历史舞台 我一会继续跟踪他们 因为我非常好奇 他们进入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结婚 生子 怎么去教育他的孩子 甚至连最后一个镜头 我都设计了 柔柔在幼儿园门口 跟他的孩子告别 再见 一转身 留给观众一个优雅的背影 我相信00后一代 生长在新世纪 他沐浴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阳光 他们既有中国文化的根基 又有世界眼光 当他们走向世界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世界带来一个更温暖 更明亮 更健康 也更开放的中国 那么00后的故事 可能今天告一个段落 因为10后已经出生了 已经在长大 20后也很快要出生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部纪录片 其实并不仅仅跟我拍的 这只十几个孩子相关 它也和每一个家庭相关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在电影从诞生到现在 大众一直扮演了一个角色 就是观众 从现在开始 我想世界正在改变 我们的一个手机 就能拍出专业的影像质量 简易的软件 几乎每个人 很快就能学会操作 我想 纪录片 也许不再是专业人 手里的唯一的产品 它将来也能为每一个家庭服务 当你的孩子出生了 当你的孩子在成长 你是否也可以用手机 记录下你孩子成长的历程 是否也可以留下你的孩子 成长中那些彩色的记忆 曾经有一个纪录片导演这样说 假如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 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我也可以借用他的话说 假如一个家庭没有纪录片 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希望纪录片能给每一个家庭 带来温暖 带来美好 带来永远值得回忆的珍贵的瞬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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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